现在我们进入了Mattendas Creek Warnery 这是薰衣草的那个地方吧 它这个是在Santa Rosa这个地方 这个是很有名 它主要是以薰衣草著名 但是它酒也很好 进去看 这个酒庄好像在一个小山丘上一样 它的这个酒庄的一个特点 就没有Napa那边好像那么气派好看一样 Napa那边主要是做一些Commercial的 在这边呢就是比较原始 这个地方就像好像谁家的那个靠近山 半山岩的那种小私人住宅一样 是不是像谁家的庭院 是的 非常的狭义 好像在这拍个电视剧不错 这个大树还是很有特色 这几棵大树看起来很古老了 而且青苔很多 那就是说明这个地方比较湿润 它这里有一些这种台间 就可以到它的那个是不是Tasting Room 品酒室 长久的地方 真的很像谁家的私人住宅 到这上面以后 看庭院里边还真是挺好 很狭义 自己站这个小山头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那边的全帽 这边的景色很好很漂亮 视野很宽阔 他们的祖先可真是有远光 买了这么好的一大片地 现在呢 我们是在这个薰衣草组装的这个品酒室 就是长久的地方 这个呢他们有一个大的壁画 这个壁画画着这个薰衣草盛开的时候的这个美丽的景色 确实的是非常的漂亮 确实的是非常的漂亮 据说呢这些薰衣草呢 就是说到了六月份的时候 他们都会盛开 所以说你想看薰衣草盛开的景色 最好就是六月份过来 现在呢就是薰衣草还没有完全开放 OK 那么我刚才 问了一下他们的这个 就是叫 这个 这个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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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薰衣草 那么 对我们就是刚才我有一个问题 我说这薰衣草 会不会影响到它的葡萄的质量 他说不会的 而且它会 就是引来一些 一些 笔 什么 帮助他们这个生产更多的这些葡萄 受肥吧 哦 对 是啊 花都容易加蜂蜜 雖然這個酒莊不是很大 但是他們做的這個酒的濃度比較好 就是說它叫Sauveignol Blanc Sauveignol Blanc就是一種很濃的葡萄酒 它的這個地方相對來說比較酷 也是比較冷 所以它的這個葡萄長在地下的時間就比較長 但是因為冷嘛 它的這個發酵的過程就變糖的過程就會很慢 所以它的這個酒就沒有那麼甜 但是卻很濃的味道 它就是講flavor 就是說因為它在地的時間長 而且它是生長的時間長 而且它是生長的時間長 它就像吃一種口味 就可以了 可能是葡萄生長時間長 以後它就會吸收更多的營養 地裡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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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酒就味道更好一些 對就是這個 就像我們種菜一樣 有的菜在地 它吃的 對呀 像溫食里快速吹出來的 那就沒有它的味道 快速吹出來就沒有口味 對吧 就是這個 有道理 對 有道理 不過我好喜歡這個景色 真漂亮 那邊是一些賣米品的地方 那邊是一些賣米品的地方 還有一個 就是你可以在這裡品酒的酒吧 可以坐到這裡品酒 品酒屋 那人多了以後 你也可以在這裡品酒吧 集體品酒吧 像這就出去了 樹上的這個青苔 給你仔細的看一看 它為什麼這裡這個青苔很多呢 這就是我想說的 你還記得咱們鄰居 他在為了後院 後院他喜歡青苔 然後他就每天噴水 每天噴水 在後院種植青苔 種植青苔 每天噴水 每天噴水 像個眼一樣 你看 對 讓它保持很濕潤 你看這個地方自然的就有這些青苔 這說明什麼呢 這裡濕潤唄 對 所以說這個地方呢 可能對葡萄的種植就非常好 那你能說是這裡為什麼濕潤啊 他講 剛才我問他這個 咱們可以繼續往下走 這時候就說 哦 not now ok 要想知道怎麼樣 請聽下次 鳳啤酒屋出來以後 這邊呢 就是說它有一個 Lavander Bar 就是說 薰衣草的那個房間 他們專門秀 就是把那些那個薰衣草晾乾 是不是還用來製造一些東西 咱們過來看一下 哦 這一片 都是薰衣草 只是這些薰衣草現在都還沒有開放 嗯 還沒有開花 嗯 說到六月份開花 對 所以說六月份可以再過來看薰衣草開花的季節 不過他們保存了很多的薰衣草 在這個 那是乾的 對 這個就是他們這個Lavander Bar 就是薰衣草的這個展廳 就像裡邊呢 有這種乾的薰衣草 然後製成了很多的東西 一進這個門口 就這個薰衣草的味道 就非常的strong 很強烈 看一下 他們都有什麼 這個就是像剛才展廳裡一樣 一把一把的 十五塊錢一把 基本上就是說他們這個薰衣草 他們把他們的薰衣草都曬乾 然後一把一把的 掉在這裡 有誰來了以後想買的話可以買 然後呢就是薰衣草製成的一些東西了 嗯 他說這個薰衣草的味道 可以持續幾年的時間 那個味道還在 這裡呢有大片的薰衣草 種植了很多 這個薰衣草呢 它是在西方的文化當中 是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故事都是與薰衣草有關係 那麼薰衣草呢 它是主要是來做這種化妝品 那一種很重要的原料 然後這個薰衣草呢 它還有一種草藥的一種 是一種草藥 所以用在很多的這個 製藥的過程當中 製香水都用它 所以在西方文化當中 這個薰衣草非常的重要 曾經呢就是說薰衣草 在這個很貴的 就是在敘利亞那個地方 中東那個地方 薰衣草一個都可以賣 就是一磅可以賣到 100萬的那兒 就是很貴很貴的 據說呢就是在歐洲 曾經有一次這個 你看那個已經開始有花了 就是說在歐洲呢 曾經有個大的這個薰衣 就是說當時歐洲的這個大薰衣 很多的死了很多很多的人 那麼有一部分這個做手套的這個薰衣 因為做手套的人呢 他們手上有沾了這個薰衣草 而凡是這些人呢 都逃過了薰衣 就是說這個薰衣草還可以 對 起到一種抗病毒的作用 所以他們逃過了這個薰衣 然後就是從此以後呢 人們對薰衣草就是特別的 它的作用 認識到它的作用了 所以說在內充濫以後呢 女人為了就是說 這個保護不長疾病 不幹什麼 就往身上手上去抹這種薰衣草 還有這個作用 所以說抹薰衣草 所以說那個 所以以後 變出來很多的香水 都以薰衣草的那種香料為主 才做出來的這些香水 是這樣的 所以說這個薰衣草 在西方的文化當中 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那麼在維多利亞時代 那麼維多利亞就特別的熱衷於薰衣草 他就要求他的房間裡邊 包括他的用人 他的家具 全都用薰衣草 他要求呢 就是說 英國的女人 都應該有自己的味道 也就是說都應該有香水的味道 所以說他那個 在他的熱中的推動下以後 那麼這個整個英國 乃至歐洲都掀起了這個薰衣草的熱 那麼這個薰衣草的熱呢 不僅讓這個 讓西方的文化中 深入了這種薰衣草 更重要的是這個薰衣草的文化呢 也給當時的經濟帶來了繁榮 是他的薰衣草基地 種植地 沈街的祖先好像很有遠見哈 買了這個山頭 這一大片地 可真好 地上這邊還有 還有這個薰衣草 剛才除了那一大片 這邊還有 然後呢 在那邊就是成片的葡萄園了 哦 這些薰衣草已經開了 薰衣草已經開了 咱也回去應該買個薰衣草種上吧 如果這些薰衣草全都盛開了以後 一定是非常的震撼 非常的震撼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視頻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視頻 請幫忙點贊和轉發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